小草集结活动的主舞台前面 那么可以看到现场 其实很多小草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来 尤其其实等一下呢 整个活动是在六点半准时开始 那么半个小时之前 现场两千多张椅子 可以说是坐满了 而且大家呢 其实也不约而同的 都穿上了白色的衣服 象征的也是他们民众党的白色力量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现场民众 其实非常的沸腾 气氛也是很活络的 而且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麦克风的声音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是主舞台前面 在我们的后方 也是济南路比较后段的部分呢 他们还放置了肥皂箱 为的就是让小草可以想说什么 就上去登记并且发言 能够把这个声援柯文哲的声音呢 整个往前也传到前面的舞台上来 那么等等这个六点半开始的活动当中呢 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党公司都会上来 尤其是每一位立委呢 都会轮流上阵的来演讲 之外其实像是在八点左右的时候 会有馆长陈之汉 以及黄国昌是一起上台 那么在八点多的时候呢 可问者的夫人陈佩琴 也会亲自上台去 其中比较小彩蛋的部分 就是他们中间在七点初跟八点初的时候 都个别安排了一位神秘嘉宾 但这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呢 现在可以说是保密到家哦 所以现场的小草 其实也都不知道等等会有神秘嘉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头上呢 也都是挂着一个丝带 这个呢就是要象征他们团结一致哦 所以其实在稍早的时候 我们也访问到了他们的党团 主任陈志汉 他就提到说 其实今天是有很多不分党派 以及各界的朋友们一起过来 我们看一下稍早的访问 他党派的人员不只是政界的人 学界的人 法界的人 甚至是一般的平民 他过去曾经遭受到司法的迫害 或者是说在司法的审理当中都还没有被定罪 可是被媒体为审宪判的 很多人心里头对于台湾的司法是有很大的质疑 认为是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 这些人他们决定今天不分党派站在这边 跟我们一起来捍卫台湾的司法 还有希望能够争取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 自备了看板等等 因为不止党中央这里发的 其实就是他们很多人别在头上 或是脖子上跟手腕上面的 这个Tiffany颜色的丝带之外 他们也发了贴纸 贴纸上面的诉求 其实就是他们今天这整场聚会 提到像是司法不公 抗议政治追杀等等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从各地 包括像台中就包了 市党部就包了16台的游览车 最远还有屏东的人也都直接上来了 那么其实我们在前面呢 访问到小草 还有人是哽咽了 觉得很不舍柯文哲 因此他们才会办这整个活动 而在这个活动的规划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 其实就是第一场 因为呢党中也就是紧急应变小组 为此是表示说要不分规模 小呢也可以小到客厅会的模式 希望像全台的党公职 都可以一起来主办相关的活动 把整个诉求向外来扩散 那么其实现场啊 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挂了 所谓的联署的QR Code 为了就是说要把这个对于 柯文哲声援的诉求 希望让全球都能够听到 那么在稍后活动开始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会在前中后的 这个转播荧幕上面 秀出的是他们最新的社群活动 因为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hashtag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他们今天聚集在 立法院的群协楼外 那么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 其实等等啊可以说是整个民众党 他们的党公职重要的都已经出来了 包括像是立委们其实很早就已经在附近敞开 等等也都会一一的接力上台 当然也包括了近期 可以说是柯文哲代言人 跟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紧贴的黄珊珊也都会上台来演讲 那最后当然陈佩琪自己也会上台 而在这个神秘嘉宾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等等能够为大家来持续的守候 现场的这些消息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朋友